世界潮流,浩浩雙雙 主持李慧才,梁錦翔,車離子 各位網友,歡迎大家回到浩浩雙雙第三節的節目 剛才有很多學者分析,過去很多文明衰落 都是因為人類肆意破壞自然環境 最後就是自食其果 但始終過去的例子都是個別性,或是區域性 但是到了今時今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 其實我們面對的問題已經是全球性 比如以前的人說,剛才台長說到 馬雅文明時有些人欺負 最多他們全部四散奔徒 那時光輝燦爛的文明可能就沒有了 但起碼我都可以逃爛去別處住 比較簡單的生活 但今天我們逃去哪裡呢? 我們已經沒有地方逃 現代關於環境破壞的問題 當然其實十九世紀,隨著工業革命不斷推進的時期 已經有很多人提出 我們其實應該有些浪漫的要恢復自然 其中最出名的美國有一個 就是一個勞騷 是嗎? Therow Therow 寫過一本書叫Warden 其實他鼓吹這種恢復自然的觀點 但是真正以現代的環保運動來說 其實很多人都說應該是1962年 就是一個里程碑的 1962年有什麼事發生呢? 原來一本書出版了 那本書叫做《直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 作者其實就是一個女的科學家 叫做Rachel Carson 你可以叫做麗切爾卡森 這個Rachel Carson 其實因為她看到當時在美國 她是美國人 就是剛剛他們發明了一種新的農藥 每一段時間就很廣泛地使用 被人稱讚到天上有地下舞 這就是人類救星 因為它是一種農藥殺蟲 很有效 Cherry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DDT 沒錯 DDT是很影響這個環境 我們叫做滴滴堤 但當時很多人沒有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Rachel Carson 最初提出的 DDT本身而言 存在在環境中 你說我使用量或濃度 這個水平 就不會對人體構成直接的威脅 但我們忽略了的 自然界是比我們所想像的 複雜很多 原來她是可以一層一層集中起來 她會累積起來 沒錯 那些植物 那些害蟲 就被她灑下去 雖然她死了 但未死之前 可能被昆蟲吃了 但昆蟲未死之前 就被小鳥吃了 小鳥吃了 可能大鳥吃了小鳥 但到最後 當然有些生畜 也會吃了肚 它一層一層下來 我們稱為食物金字塔 到最後 有很多生物的體內 那個DDT 那個濃度 那個含量 就會很有害 直接會危害人體的健康 這件事 其實Rachel Carson 當時是寫出來的 很揭露性 但她得到的 是否很多人的感激 不是 得到很多人的攻擊 不是感激 當然是生產DDT 阻礙她發達 對 沒有錯 你可以想想 現在是1962年的事件 其實到今時今日 其實是沒有改變過的 你現在吃魚 魚很明顯 例如咸水魚 水銀多到 是啊 但問題 我是沒有改變過 當然 以污染這個角度來講 有些地方是改善了 因為有些我們現在知道 科學發達了 有害了 但有些其實是改變不了 因為有些已經超出了 國家能夠管理的範圍 但我所講 沒有怎麼改變過 最主要的是 始終最能去抵制這種 推行環境保護 外護生態 當然就是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就是有關的大企業大財團 所以這件事其實是沒有改變過的 但是接下來 另一個里程碑就是十年之後 1972年的時期 有一班學者 美國和歐洲 成立了羅馬俱樂部 the club of room 他們委託幾個學者 研究 人類現在對自然界 對環境的影響 究竟已經去到什麼地步 特別是資源 能源 污染 廢物的產生 各方面的東西 其中有幾個學者 其中有兩個 都叫做米都斯 meadows 1972年的時期 發表了這本報告 叫做增長的極限 Limits to Growth 這個環保運動 可以說整個環保運動 是計算直正的春天之後 是一個很大的里程碑 因為這班學者 當時用了最先進的電腦 用了系統分析 我們現在都知道 系統分析 但當時是很新的 其實是發展來 登陸月球 太陽神計劃 但他用了系統分析 來進行全面的分析 他就提出了 無論是在各類物質的資源 在能源方面 當然是計算人口的增長 以及我們製造的污染 和廢物 各方面來說 其實現在這種趨勢 是絕對絕對不可持續的 即是說 他們甚至預測 一根據這樣的趨勢 他又有幾個的情境 設定 我們叫做scenario setting 有幾個不同的scenario 但始終最後 所有的scenario 都是趨向 我們一定要減低 現在這種增長情況 如果你是自願地減低 當然就會好很多 慢慢慢慢跌下來 我們就不要浪費 奢侈 但是更有可能的 就是非自願地減低 非自願地減低 其實就是災難性的大崩潰 大崩潰 所以無論是你的人口 因為戰爭、飢荒、各方面 然後你所有的東西 自然就會跌下來 你能源的消耗、物料的消耗 他當時說 他預計 電腦計算多少 他說大概多久 其實是很難預計的 他約莫說大概30年後 或者30多年後 不要忘記 那時候是1.72 加30年後 即是0.2 現在40年後 就是1.2 但是 你知不知道 這份報告出來之後 哇 被人攻擊到 和嘲笑得多厲害 特別是很多大學裡面的大教授 當然是教經濟學 以經濟學為主 說他簡直是一派胡言 危言聳聽 根本是完全不科學 其實現在我們看回頭 當然不用現在 根本一直有識之士 都看得出 根本那些反對的人 本身就沒有理據 他的理據 只不過用傳統的 經濟學的觀點 就是 我們根本 差不多地球的資源 是無限的 他當作無限的 任何經濟學 都不理限制 這是物理限制的 第二就是 你說有一種資源耗盡 沒關係 我們有市場調節 即是說 他越來越耗盡 價格越來越貴 那就用少一點 那自然就會有代用品 自然就會有 這些企業家 就會很聰明 就會發明這些代用品 取代有一個 substitute 諸如此類 他就不肯去承認 即是說 人類的經濟發展 是有一個絕對的物理極限 因為這件事是超乎了他的基礎培訓 他的 background training 沒有包括這件事 你突然告訴他 他當然是很反感 這是我個人的主觀推斷 這是很自然的 因為我學經濟學 從來都沒有學這件事 那你現在說這些東西 我怎麼回答你 我不會回答 我就否定 但現在說真的 三十年、四十年 其實羅馬俱樂部 增長的極限 這本書裡面說的東西 其實是全部一步一步實現 令人非常有內心 這樣說 其實到了上世紀末的時期 聯合國 他們有一個環境組織 UNE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 其實他們也委託了很多專家學者 各方面的 成千人 過千人 做了一份很全面的研究 就是說 人類究竟對自然界的影響 已經去到什麼地步 總之在2005年的時期 剛好也是剛才大蒙出版的大崩壞 那本書的年份 2005年聯合國發表了一份 叫做千禧生態評估的報告書 叫做Mille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EA 他現在得出了一個結論 因為很多數據都顯示 人類對自然界的影響 很多方面已經超出了大自然 那種可以自我調節 自我修補的能力 已經超出了不少 有些是百分之十 有些是百分之二十三十 有些甚至已經超出了百分之五十 即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去到殺雞取卵的地步 即是說 那個根本是一個超額 或者我們叫做透支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向自然界透支 其實我們看回地球是一個超級生命體 我們就像一些癌細胞一樣 不斷在把東西拿走 那些養份 就快把地球弄死了 是啊 所以呢 其實這件事 當然它是考察很多方面 包括空氣、空氣質素 所有水體的污染 包括河流、湖泊 包括海洋的生態 包括很多海岸的生態 包括森林 包括土壤 甚至包括地下水的資源 各方面的東西 其實都得出了剛才的結論 即是說 已經超越了carrying capacity 其中一個 你說差不多達到百分之五十 這件事 其實下個星期會講得更加詳盡 就是全球暖化 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 即是說 我們現在的二氧化碳排放 我們每排放一噸的二氧化碳 在大氣層裡面 其實自然界都已經是努力的 它已經是加班工作 它有很多方法可以移除這些 即是土壤、細菌、樹木 吸收 會融在海洋道 但是原來 到了今時今日的地步 它最多是不過半噸 即是你排放一噸 它大自然就最多能夠拿走半噸 剩下半噸是怎樣 就留在大氣層裡 即是積住在那裡 即是積住在那裡 所以為何現在的大氣層 二氧化碳的含量 是不斷上升的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全球暖化的威脅 越來越嚴重 就是這個意思 很多人不明白 人類對自然界的影響 嚴重程度 很大程度上是來自複息增長 複息增長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已經學過 一定學過 因為數學中 要學那個叫做 Compound Interest 以前小學都有計過 儲錢入銀行 儲錢入銀行 儲錢入銀行的叫做複息利率 但我們從來就不覺得 這個複息利率是有什麼厲害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間 我們叫做Time Horizon 我們一般人來說 看得經常太短 例如我們買一百元入銀行 你便會覺得 我希望幾年之後 就變成二百元 三百元 四百元 你就說厲害 我擺放在那裡十年 你便覺得 都是那百多元 怎麼算是厲害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覺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 宇宙裡面威力最大的東西 就是複息增長 就是Compound Growth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Compound Growth 我們不覺得它很厲害 就是原來它最先的階段 一般來說是很慢的 相對來說 我們感覺到 但當它一直增加的時期 它那個增加速率 對於我們來說 數量的增加 應該說 速率其實是一樣的 就會是很驚人的 很驚人 譬如我們就以這個 零八金融海嘯 即是溫家寶總理說的 寶八那樣東西 現在其實剛剛調低了 到了7.5% 但是寶八呢 其實我計過 其實複息增長 如果你要計 加幾年之後 它增長了多少 你就計這條息 比較複雜 但是很多人就說 我們不需要用那條息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概念 就叫做 倍增期 叫做doubling period 即是我們需要多久 那樣東西是會倍增的呢 原來 8%的增長 那個doubling period 倍增期 只是九年 九年而已 即一百元九年就變二百元 沒錯 當然對你來說 一百元九年變二百元 當然有什麼用 但不要忘記 你想想 如果現在 其實它是 例如08年的時候 提出要補八 那你九年 即是加九年 即是2017 我們普選年 換句話說 其實整個中國經濟規模 就雙倍了 2017 比起08 好了 你再加九年 2026 但是2026的時候 又雙倍 就變成四倍了 好了 2026再加九年 2035 那就是八倍 8倍 2035是八倍 好了 我再加九年 這樣的時期 就是 十六倍 四四 是吧 四四的時期 其實差不多 回歸之後 就要一國一制 2047就要一國一制 大家應該不會忘記了 2047就是一國一制 大家不用喊這麼多 好了 其實那時 已經 未去到 2047 其實已經 剛才幾倍 Cherry你算到 已經三幾 十六倍了 是啊 十六倍 如果再加 32倍 你想想 怎麼可能 2040多年的時期 中國整個經濟規模 包括所有物質資源 的耗費 能源 使用 所有的污染 所有的廢料 產生 是大過現在32倍 好恐怖 有什麼可能 這就是複式增長的威力 那就搶人家 人家也要增長 那就打仗 沒錯 所以這個複式增長 真的不可能繼續下去 當然 8%是一個很高的 但你想想美國 我舉個例子 其實美國也說 是爭取要3% 3%的倍增期是多少 原來我計算出來是很容易的 原來有人有一條複式 我也是前一陣子看書 也看到的 原來他就說 將0.72 除以你那個年增長率 你是7就7 8就8 33 應該是0.0 他就說 如果是3%的年增長率 美國現在也在爭取 3% 原來那個倍增期 就是23年 23年 以美國現在的經濟規模 23年之後 就倍增 46年之後 不出50年 就已經是4倍了 我們現在說美國 雖然現在的GDP 是全世界Number 2 但Number 2 實際上 都不夠美國的三分一 所以其實美國是 真的富有得很厲害 我們13億人 他不夠3億人 但你想想想 你怎可以想像 不夠50年 實際上增長 比現在 再過23年 就8倍了 所以大家都明白 這種增長 是不可能繼續下去的 但我們一般人來說 完全沒有這個常識 我們總是覺得 3% 太低了 回報率 最好是5個 5個都不行 最好是8個 最好是10個 但他不知道 其實這不是一個 所謂算術級數的增長 而是幾何級數的增長 這個是複式的增長 其實是非常非常之驚人 我們剛才說過 現在面對我們其中一個 最嚴重的就是 全球暖化的問題 那個二氧化碳 其實在過去150年左右 已經增加了 在大氣裡面的成份 是40% 是啊 你想想 其實人類以人類這麼渺小 現在地球這麼龐大 這個大氣這麼浩瀟 這麼遼闊 我們的活動 竟然可以令到大氣層裡面的 一個化學成份 增加了40% 你說多麼驚人 之前的人當然想不到 正如有人倒一些 你把污水丟進海 你想想 海這麼大 我倒幾多污水也無所謂 馬上稀釋了它 但不是這樣說 去到某個地步的時候 真的整個海都會受到污染 現在來說 實際上 因為這個40%的增加 已經令到我們全球的平均表面溫度 在過去100年最少增加了0.8度 這麼厲害 這個其實是引來很多很多的氣候上 以及生態上的變化 北極雄已經貧淋滅絕了 因為這樣搞一搞 因為北冰洋的海冰已經縮減得很厲害 他們的淒身之地已經快要消失了 即是想想北極雄沒有地方讓他站 如果他不斷游泳一定會死 是啊 如果大家上網看看 有些圖片去查 有些更可怕 北極雄根本沒有東西吃 有些餓到要吃自己的子女 這是非常可怕的 當然有些人會這樣想 甚至說 北極雄而已 我們捉幾隻放在動物園就可以了 他滅絕與否滅絕 關我什麼事 其實這是一種很短視的看法 其實這些全部 我們也可以這樣說 就是 英文有一句叫做 抗洞裡面的金絲鳥 The Canaries in the Mind 你知道嗎 以前的人進去抗洞的時候 很多時候喜歡帶些金絲鳥進去 為什麼 因為抗洞裡面 一有缺氧或者毒氣出來的時候 他會先死 所以 其實是一個徵兆 你可以作為一個預警 Canaries in the Mind 其實現在地球生態系統 兩極就是最大的一個警鐘 南極和北極的變化 就是Canaries in the Mind 北極雄其實就是其中一個 就是一個很大的預警 如果我們還是 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 完全漠視這種情況的話 到頭來滅絕的 肯定斷斷不止是北極雄 可能是人類本身 就算不是整個種族滅絕的話 文明都會大幅崩潰 當然 事實上全球暖化的情況 究竟是怎樣呢 這裡牽涉到很多很多各方各面 包括引起水源的短缺 甚至糧食的短缺 這個我們就要留下一次才詳細和大家分享 這個我相信都是跟剛才阿台長說的很貼近 因為可能就是你講那麼多話 政治、文化、社會、經濟、國族的紛爭 但是其實你想不到原來一種就是完全無色、無味、無臭 看不到、觸摸不到的物體、氣體 就是二氧化碳 而且這種氣體還是每分每秒都是在我們的身體內流轉 但是竟然這件事的增加 可能就是將剛才你所說的東西 什麼都不用說了 因為你搞不定這件事的話 其實其他什麼都不用說 我記得有個經濟學家跟我說過 長遠來說 這個很長 只有三個常數是影響人類的歷史 第一個是天氣 第二個是人口 第三個是科技 這三件事有巨大的改變的時候 人類的歷史、政治的歷史也是隨之而改變 譬如我們以為是純粹政治的問題 實際上後面有很多是跟我們的資源分配 特別是氣候影響之下的資源分配有關 你看到最近中國和菲律賓有些藍沙群島有些增壓 你看到好像是一些政治問題 但你想想想其實是一些由剛才我們說過的自然界影響的因素 而啟動了經濟的變化影響 為什麼剛才說那個補8會導致這些東西呢 因為如果你補8需要其中一樣東西很重要 不可不缺少的就是石油 石油如果中國不是自己挖賭的時候 一定要純粹地買 一定是 現在已經是靠入口 靠入口輸入的管道 比如輸入的航道 你要保護它嗎 是啊 所以你看美國的例子的時候 這個經濟增長實際上後面是一個軍事力量的配合 由此來可以推斷 中國這個經濟增長也需要一個相應的軍事力量去作為後盾 否則這個經濟增長是無法保持的 你看看日本為什麼不容易就範 原因是因為它沒有軍隊 是啊 所以你美國叫它做什麼都要做 現在中國的情況不同 但是另一個令人憂慮的地方 就是剛才說的那個揭責而遇 就是殺雞處理的情況 是以中國經濟增長最為極端 因為有一個經濟家跟我說的 中國經濟增長是最沒有一個效率 效率 效率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它要給別人用多些鐵 給別人用多些水 給別人用多些人力去做同樣的事情 但是現在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是沒有在這方面去反省的 而是不斷透過增加資本和人力的投入 去支持著這個經濟增長 有一個統計數字說 就是要製造同一元 無論是人民幣也好 或者是美金 通常說美金 的GDP的增長 中國來說是需要用多三倍的能源 是啊 所以剛才你說的我已經有少少對中國寬容 因為你說的那個所謂的增長 如果以中國這個模式去看 你一定是比美國和日本更加多的 是啊 所以你剛才說的那個數字可能實際上是比你說的更加恐怖 就不是純粹說 美國人做那麼多東西 或者在外面做那麼多東西 中國做那麼多東西 中國做那麼多東西 中國可能是要給別人用更多的石油 更加多的鐵 更加多的人力 但問題可能其中很多是浪費了 沒錯 不過這裏最尾我又要說一點點去平衡 為什麼呢 我始終覺得沒錯 因為中國那種的增長 真的是低效率和高耗能高污染 所以也是被很多西方國家來針對 特別在很多國際氣候會議上 就成為眾矢之敵 但是始終如果你說 現在人類的頭號的敵人 有關這個環境破壞方面 或者抵制我們這個對抗全球暖化 我覺得始終都是西方 而西方來說 如果你分開的話 始終都是美國 我覺得 我們要分明的 起碼一件事最重要的 就是如果他帶頭做的話 很多事情是相對易解決一點 易解決很多 但是到現在為止 那時候布殊仔八年 你就罵到他什麼 以為他這些超級的牛仔也好 爛仔也好 其實也是一個最大的恐怖主義者 但是現在奧巴馬上台了 都快要連任了 但是其實基本的國策也是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即是說核心的美國利益 為先這件事 其實是防衛人類對抗環境破壞 全球暖化這個問題 是非常嚴重的 我來說 我的矛頭始終 第一個都是指向美國 這個一定是 中國當然也要檢討 要反思 好 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會講 生死存亡450 那個題目 我專門作來引發一下大家 為什麼會是450呢? 下個星期大家就知道了 好,再見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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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